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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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談到啊 《诵经》《杂句院本》 也和各位说过 《杂句宫廷的幽灵小戏》 《请问宫廷幽灵小戏》 会不会留播到民间啊 也会的 我的 这个书里边 也写到了 留播民间的一些文献的资料 各位都要先看一遍 都要先看一遍 然后呢 也举出了 多少个田野考古的例子啊 田野考古的文物 还有现存流传下来的文物画像 都证明怎么样 他们在民间 也是流行的 所以我说 《戏曲》的研究啊 不能光看文献 就是这样 光看文献 文献没有记载 因为那时候 大家太不重视这些了 不重视 当然写下来 被记录下来 就很少见 没有被记载 并不是表示 没有 我刚才接了一封信 就是呢 一个不认识的人 但是对我好像很了解的样子 他呢 说这个 我在联合报写的蔡文姬 那个千古福佳燕 里边我 写到说蔡文姬到底是三架还是四架 三架是绝对没问题的 第四架呢 是有一段史料 我因为不是专门研究蔡文姬 我只是从史料看 好像蔡文姬有四架的鸡像 那他呢 也没有写根基 也没有写说 他说 那个不是蔡文姬 是蔡伯杰的另外一个女儿 是和蔡文姬是同母 同父异母的姐姐 他还知道蔡文姬埋在哪里 这个我还不知道 所以他姓蔡 他姓蔡 所以呢 他可能呢 是对的 所以啊 你帮我看看 你帮我回封信 说啊 这个老师在课堂上 都把你的这个发现说了 纠正他的错误 让他高兴一下就好 就这样说 你当然会醒啊 说老师 接到他姓蔡奥克朗 猜了看了 接着非常感谢他 马上 像我们台大的研究生啊 博硕士研究生 还有外来的这个访问学人 都宣布我的错误了 我想他一定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可是我论述的是 我所看到的资料 也是 我并没有说 他非市价不肯 我说从这个资料看来 如果读过我文章的同学 大家都知道 我说从这个文章看来 你蔡庸只有一个女儿 如果蔡庸只有一个女儿 那么蔡庸的外孙 就是这个女人生的 这个皇后 这个皇后 那么这个皇后呢 可能就是蔡文姬第四次嫁的 因为蔡文姬那个年纪 而且古代啊 古代呢 这个女人再嫁 并不算什么的 并不算什么 我不知道和各位说过 那个谁啊 那个 汉武帝的母亲 王皇后 嫁给汉景帝以前 还在民间和一个姓田的结分 生了田粉 后来这个 汉武帝的这个 这个同母义父哥哥 还做了宰相 这是证实里边有的 所以并不像后来那么样子 把那个改嫁当做那么了不起 所以文君三嫁是没有问题 但是三嫁都不是他自己的环境史 好 所以呢 这个文献资料啊 有时候是 是不足的 不足 我们当然会有错误判断 像我这个 可能就是一个判断 但是它里边没有写出 它根基什么 它只是把结论告诉我们 这个还是不足 就学术来说是不足 但对他谁信给我的人 我相信他一定有根据 所以从刚才我们说的 宋杂录流播到民间的迹象 文献不多 有 但是田野考古吉毛利亚接近十项 对不对啊 这些是可以证明的 那么到了金代呢 他在宫廷里边的也是继承宋杂具 所以我们叫宋金杂具 但是到了金代的比较晚期 他呢流落到民间 上个礼拜我们说什么叫怨本 对不对啊 那流落到民间 所以他庶民性就会增高 所以改称怨本 那改称怨本 基本上和宋金杂具 并没有分别 可是 他时间往前推移了 请问各位 他会不会有所发展呢 有所发展 他的发展呢 他起码表现在两方面 一个呢 就是 我们说 宋杂具有几段啊 四段 对不对 宋金杂具有四段 但是那个第四段 四段是这样 上礼拜写过了吧 有没有 第四段的闪段 是一直没在宫廷里面演出的 北宋只演出两段 就是正杂具 到南宋 再加了一个开头宴段 那个闪段 是在民间 是有 可是没有进入宫廷 为什么呢 因为闪段 本身就是 非常离俗的地方小戏 非常离俗的地方小戏 他又叫杂班 杂半 就表示呢 不入流的民间的东西 他又叫纽原子 那纽原子 等一下我们再说 那么这四段里边呢 在金院本 你看 他已经增加为四段 这是第一种发展 第二种发展呢 就是 在正杂具啊 正杂具 就等于金院本的正院本 他又发展出三个类型 他又发展出三个类型 一个叫燕妖 一个叫燕串 燕本 燕妖 燕串 这三样 为什么我说它 是发展出来了 因为在 臭庚路 陶宗怡的臭庚路 我这里边都有 他 这个 院本棉木 院本里边的巨木 巨木里边 它的排列 是哪一个类 下边还有分类的话 这一类 类木就高一点 然后呢 底下的分木就低一点 可是在正院本这里边 这三个是齐头的 也就说他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也就说正院本里边 他又延伸出 也可以充任正院本来演出的 两种类型的 的这个 新剧种 那么院本 就等于 《诵经》杂具的正杂具 也就保留了 把古迹灰邪 预奉剑与古迹灰邪的 这一种幽灵用闪烁 做表演的主体元素 那么这两个又是什么呢 这两个 院串 就是强调他的演出啊 就是强调他的演出啊 含有那个五花串弄的那个串国的表演的那个特色 也就是地方性少数民族的那个踏咬的表演 这叫艳传 那艳妖呢 是一直没有人搞清楚 大家都猜测有什么 而没有定论 我对这个呢 从田野考古的文物 金带火马 火马有一个画像 在火马那个地方 在山西 画一个墳墓里边 一个姓董的 董事兄弟的墳墓里边 有一幅演出的 这个戏曲演出头 我一看说 这应当是 以他的时代来说 应当是燕妖的一个场面 那个坟墓我是专下去过的 各位啊 这个田野考古真是苦 人家挖好了 我下去都受不了 何况呢 你这个什么 尤其到那个新疆啊 新疆去 我和王维珍 到过新疆的那个 新疆乌鲁木齐的博物馆 其中有一个展览室啊 是展出许多的干尸 干枯的尸体 将军的就又粗又大 都没有腐烂啊 小孩的 其中有一个叫威武啊 美女 我对美人特别有兴趣 所以呢 我就去仔细看 他那时候整个都已经黑 他几乎叹化那个黑的 黑的 奇怪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还有眼睫毛啊 眼睛还有眼睫毛 嘴唇薄薄的 还像活人一样 一看 哎 我忽然左右一看 哎呦 怎么只剩下我一个人 那时候就一阵冷风就吹进来 这个当然是自己胡说八道的感觉 我就赶紧跑出去 你看在那个博物馆都如此 何况钻进那些这个 田野里边的那个挖好的坟墓 哇那真难受 真难受 我钻过几个 嗯 后来这个甘丝呢 也跑到我们台北来展出 我又去看 怎么变得那么难看啊 这个这个眼睫毛也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 这个就变成 不像那时候真是一个这个 这个四千六百年前的美人那样 有人说三千多啦 我就喜欢采取老一点的 这四千多 哦 反正这些考古的问题 好 那个火马里边的呢 我认为就是燕妖 那么什么叫燕妖呢 我不知道各位说过 对一个 对一个这个什么 很新的名词 你呀 就要找许多和它类似的名词怎么样 排列 排列 好 好 燕妖 有燕本 是不是有一个燕一样啊 诶 有个妖魔 哦 那么妖不是和燕妖的妖一样啊 诶 还有一个名词 叫燕本妖魔 叫燕本妖魔 那可见燕妖就是燕本妖魔的怎么样 简称 那燕本是燕本 妖魔是妖魔啊 有没有过渡的那个东西啊 有 所以燕本妖魔 恰好就是由燕本过渡到妖魔的一个过渡具种 这个具种对燕本来说 它是进一步的往某一个方向发展 妖魔就是燕妖发展完成的东西 就从其他资料可以 那我是怎么样来考察问这个问题呢 各位我们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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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本 只是民间的而已 他和 他和这个什么呢 和杂具 其实是 一样的东西 都是 宫廷 由宫廷幽灵到民间幽灵 但是他还是一种 与古迹奉剑 与辉谐 也就是民间的呢 他讽刺的对象 讽刺一般的人生 但是他还是用 用这个 古迹辉谐的这个语言 可是燕妖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佩馨呢 你找找看 有一个叫说 张岩啊 张岩赠送 一个演员叫 楚仲良的一切词 有没有 张岩 南宋末年 他的一首词叫 郑末舍 楚仲良 一切词 大概不知道多少学者引用过 但是都没有看出 他里边潜藏的一个学术极重要的资讯 你们一边看一边潮啊 还有呢 一个 这个 杜仁杰 就是金梦原初的一个曲家 他写了一套曲子叫 庄家不识郭南 庄家不识郭南 这个呢 是写出了 金梦原初的一种 孤兰固定的剧场的演出的情况 好 由这两段资料 我们就可以来证明 怨妖就是由怨本过渡到妖末的一些现象 也就是说 怨妖呢 就把 怨本里边 原来要表演的两段 改成用歌唱 歌唱来演出 而不是闪烁来演出 各位也知道 这个 宋金杂趣院本 静和末的演出 是静为主 还是末为主啊 静为主 静为主 静角呢 他用 闪烁的方式 语言的 机灵 巧妙 含长着 很丰富的 机器灰鞋在里边 这是他表演的特色 是静角为主角 可是到了原杂季 就是用歌唱为主 对不对啊 所以原杂季 正末 演出 一口气 唱了 由一个人唱了四段 主要 主要是在歌唱的艺术 主要是在歌唱的艺术 那么我们进一步也要了解 什么叫做妖魔呢 妖魔的妖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也是我们要考察的 我考察的方法 对于民间这些俗语啊 还是用了一招啊 和你们说过的 把相同的词汇 排列一起以后 一分析 尤其你懂得 词汇的结构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看出来 哦 储半年啊 哎呦 我进行储重年 张元这一支曲子 是 赤牌叫迪恋花 他的真正的提莫 就提莫社 就可见 储半年了 是 充任莫社演戏的人 写真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还用 就他的怎么样 素描画像 素描画像 那素描画像 当然 针对的 就是在写储半年 这个人物 他是一个戏曲人物 这个戏曲人物 有什么样的技能 各位知道一切词 如果只有一个乐章的 就叫 单调 迪恋花 有几个乐章啊 有两个 就到那个 细见 从来 有 人权 细见 从来有 这个 就是一个乐章 叫 前半缺 后半缺 有另外一个乐章 所以 像这样 就叫 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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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头第一句 啊 祭楚衣裳 眉目秀 他 嘎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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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不叫换头 而叫 虫头 叫虫头 好 各位来看看 这一 缺词啊 隐藏 那些什么 重要的信息 祭楚衣瓜 衣裳 眉目秀 可见 他扮演的角色 是俊办的 是俊办的 虫头离远 子弟 家 生 旧 可见他 在演艺界怎么样 出名不出名啊 虫头 当然就很出名 出力拔锤 子弟 家 生 可见他 是不是演艺世家 他是演艺世家的子弟 可见他是 父母亲乃至祖父母 都是演戏的 他是一个世家子弟 演艺方面的世家子弟 混气随机 以开笑口 言泉细见 从来有 可见 这个是写他什么样的演出啊 是歌唱的演出 还是闪烁 古鸡飞见的演出啊 就闪烁 就院本杂技闪烁的 演出的场合 常常在宴会里边的插科打混 所以他说 混气 什么叫气啊 气是颂元的语言 就是笑话的意思 所以气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气墨 那个墨 就是东西的意思 所以混 这个气墨 就是演出的戏曲的道具 因为戏曲啊 最原生是古鸡飞鞋的小戏 所以气墨就是演出古鸡飞鞋的戏剧的道具 所以气墨就是我们现在的道具 比如说 比如说啊 这个舞台上需要一个包裹啊 拿气墨上 或者需要一个什么 一把衣扇拿气墨上 这些都是这样的语言关系 那这里的混气 那这里的混气 就是说笑话 古鸡飞鞋 随机开笑口 一张哀嘴 他就能够非常 随着这个什么呢 当场的情况 非常的激去横生 人权细见从来有 那么他演出的就在 饮宴的场合 祝姓 给人 给这些官府啊 或者帝王啊 祝姓 那么觉得可笑 但里边又含有奉献的意味 所以这好问题是什么样的情况 愿本的演出 愿本是静末 以静为主角 所以他也和静佩达来演出愿本 这写他这个身份 可是下面都不一样 嘎益敲金才锦秀 饮的传情脑的交而受 嘎益敲金 这个呢 也已经写出了 他唱的是相当有文采的东西 所以嘎益敲金 彩锦秀 也就是说文采 写的文字的这个唱词 这应该是唱词 他善用很华丽的 很这个什么吸引人的 像锦秀一般的这个文采啊 影的传情 影的传情就来看女主角 这个女主角呢 影起了一种鼻子的恋情 脑的交而受 那就鼻子相思啊什么的 所以这里边演出已经和什么 和蛋脚演对手戏了 蛋脚演出对手戏 就是炎杂剧的那个形式 所以 离合变范成正我 他和这个女主角呢 一定要离合变范一番 最后怎么样 有情人结成见雪 那么 明珠一颗盘中种 这个形容他们的歌声怎么样 大珠小粗 落玉盘 那个歌唱艺术的美妙 这后班写的是什么 圆杂剧里边 梦色的演出 你看一个人 由怨本 过渡到墨色 这是好问题 所以怨妖也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 我们说 怨本妖末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那这个妖末 我们从文献里边 从戏曲本身里边 就会有等等这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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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erent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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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在 狼是不是粗略拔萃 表示他是有頭有臉 那個腰有什麼意思呢 腰 數目最小的為腰 數目最小的就是一 一是不是也第一 所以腰末就是以末色為第一 就像以末色為絕色裡邊最粗類拔萃的朗一樣 就是民間的口語 所以腰末和朗末我們就可以了解 我這時候的末色 是不是宋金雜劇院本裡邊的做配角和鏡演出的那個宋金雜劇院本的末呢 不是 他為主角第一 那麼由這個來看 這裡的末色 他的記憶 由什麼已經變到什麼了 由古蹟灰水已經變到歌唱藝術為主了 所以腰末在早期的圓雜劇的文獻裡邊 它是別取雜劇也就是圓雜劇的民間稱呼 民間的稱呼 最起先的圓雜劇 都不叫雜劇 而只叫妖末 朗末 圓雜劇被稱為雜劇 要到元氏祖 統一啦 把南宋滅亡統一天下以後 把國號由蒙古改到元以後 那改國號為元以前還有金太宗滅掉什麼 不不我說錯了 這個元太蒙古太宗 就是世祖之前 忽必烈的 這個阿姊裡邊的 也就是說 忽必烈的哥哥 蒙古 做太宗 統一了北方的金人 滅掉的金人 各位 這中間呢 之前有四十年 所以這四十年裡邊 北曲雜劇事實上在北方 金末已經成立 到蒙古 這四十年間 民間稱呼新成立的劇種 就叫妖末 就叫妖末 這是毫無問題的 許多的政治 那麼這個妖末 就民間說現在可是以末世歌唱為主角的劇種 是這個意思 朗末也是這樣引發出來 那佩末 就裝扮末世 裝朗末就是裝扮亮麗突出的末世 裝扮幹什麼 演出啊 所以佩末 佩末 佩朗末 變成詞姐 變成詞姐 也可以形成個名詞 所以他們也是演雜劇的稱呼 可是後來 一般 說得多的 習慣的 妖末 比較流行 這些語言的詞彙 是常會這樣轉化的 比如說我們說愛國 愛國本來是什麼樣 我愛國家 對不對 可是愛國兩個字會變名詞啊 會啊 你根本不愛國 所以你不愛國的愛國就是名詞 讀書也是我讀書啊 要好好讀書啊 那個讀書也當名詞用 佩末佩朗末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一來呢 我們就解決了 怨妖 它的地位重要性 然後我說 它說 金 杜仁傑 有一套曲子 金莫緣楚 它有一套曲子 題目是 它寫一個莊家 他不知道那是演戲的地方 浮裡浮屠進去看戲 用他的眼中看演出 它裏邊呢 這一套曲子啊 是可以看出 元代初年 金莫緣出 劇場演出的一個重要的史料 它裏邊有說 於是 這個 quindi 冰點 說 它們 這一套 我們 почти 用 好 詞詞曲 李宗盛 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我曾经把这个什么好玩的 把两岸的学者选了这个为 为这个范本的三起的注解 起码有十来种 看看没有一个注对的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注对呢 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一些关键字 一些金木原初戏曲剧场的演出的现象 对妖魔也弄不清楚什么意思 那么那个串霸的串也没弄清楚 腰拨的腰也没有搞清楚 所以都想当然了的注解 各位 所以像这个庄家不示孤兰里边 前边那一段 前杰儿 你看看 你看看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调风月》就是 原本要演出的什么 劇目也很清楚 所以背后 在他演完之后呢 要演妖魔 所以妖魔是不是个剧种啊 绝对是个剧种 因为这是语言运用的一个规律 那刘耍河呢 也是个剧目啊 那各位如果读过这个 这篇东西 这篇东西将来可以把它印出来 因为它是很重要的文献 我顺便也告诉各位 如何解读这样的文献 因为文献的解读啊 是很根本 而且很重要 解读不清楚 你就抓不住它的要义 有好多东西在里边 你却看不出来 你们曾老师这一点 比别人强一点 所以 常常呢 可以同样的资料 引申出不一样的结论和论述 但这个就是要 要懂得如何解读 所以这个还有问题 你们有看 你看 原本幺默 是不是 这个 同时都存在的东西 各位 也 很有意思 你看 后来我们形成的戏曲 北方有别曲杂句 南方有南曲戏文 不过因为政治的关系 它隔绝 不互相交流 因为北方是什么呀 西方 经蒙古的时代 南方是什么 是南宋的时代 可是 蒙古 把南宋内 南北汐取 叫什么呀 就交流了 交流 而且交流呢 就要产生混血了 这也是一种规律 这是一种混血的规律 所以产生混血就是 以将来我们会讲的 以南方为主体的南曲细纹 产生的混血就是传奇 以北方北曲杂菌为主体母体 产生混血就南杂菌 这是将来我们会细说的 这种现象 你一直到怎么呢 混血和地方戏曲斗争的时候 也一样的都会产生混血 这个可以说从晚宁 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一样 所以在昆季和地方戏曲斗争的时候 昆季衰落了 昆季就会先演 演些大家大官贵人还没有来的时候 然后先演热热场 然后重要的经济剧目 演出在以前是不是白天先演乱谈 晚上再演歌子戏 或者先演一段乱谈 再演歌子戏 这种情形 但是起码一个古一点 一个现代新旧的联系铜台 叫做铜台演出 不同的剧种铜台演出 等于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现象 最早的现象就是像这个 验本是古的 腰末是新发生的 所以前节也要调封热 背后腰末 浮眼牛耍河 那么从这个资料看来 它前边有个验段 有个验段 验本我们明显可以开验段 然后在正院本就是调封热 演完以后呢 应当接着要演什么 妖末的牛耍河这个剧目 可是呢 一套曲子填完了 这个杜仁杰就说 这个庄家汉一泡尿背不住了 所以就不看了 就出去了 所以后边的没写 没写出来 可是它前半也有写 串霸将腰波 串就是愿本的称呼 对不对 我们也讲过了五发串露 串霸就演完愿本 也要将腰 腰就是腰末的省称 在远处 所以这个和前边是呼应的 所以那个腰也觉得是腰末的省称 但一般学者看不出 串就是愿本 也看不出末 这个腰就是腰末 所以这个前后就不搭掉了 你看我们 装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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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和佩末佩朗末 词汇都一样 也就是说腰末 有时候可以简称为腰 有时候可以简称为什么 末 这种民间语法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成语 大家其实是用错了 装腰 应当哪一个腰啊 应当是妖末的腰 装腰 可是腰也谁成这个腰 也谁成这个腰 这一装腰以后就要作怪了 就要作怪了 这个成语呢 其实装腰 因为演戏就装模作样 你不要装腰了 其实就是说你不要 这个什么呢 装模作样的意思 可是装模作样那个腰 没有人知道这妖末的腰了 因此呢就把它这个 转换成妖怪的腰 那既然装妖怪啦 装妖怪你不要装腰了 或者你不要装腰做怪 也就是说你胡搞一气 意义是一样的 你就像我们有一个成语 也是大家常用的 就是每下欲框 每下欲框出一桩子 就是说每往下 那个框就是越差 每往下一层就越差 可是呢 那个框子 大家不知道它的意思 所以就每框欲下 每碰到这一种情况 就越糟糕 意思还是差不多的啦 差不多的 所以各位什么叫做正确呢 凡是读书人 都会认为每框欲下 那不是每下欲框是正确的 我都是这么写 现在联合报也都跟着这么写了 而大部分的人还是每框欲下 因为约定俗成也是语言很重要的力量 你不要说他醜 这是应当有的精度 还有一个我也改过的 改了 我以前呢 因为写文章 在报纸写文章很多 现在很少 因为现在 就越来越来多 像年轻的轻 年轻的轻 要写哪个字啊 轻重的轻 轻年的轻 有一位东武大学的教授 教授 徐富宽 也很有名的教授 和李瑶打比较 他写的是年轻的轻 清年的轻 李瑶就说 你连这个字都认不清楚 要从入住院学起 抓住一个字 如果刚才啊 那个人呢 给我写的信 上面称大师 然后说 你连这个什么呢 要研究蔡文姬要编剧 你连这个都没弄清楚 还污蔑这个什么 哎 你怎么称得上大师啊 又调侃一番 他当然没这么写 没这么写 所以不能够以神焉大德 其实年轻的轻 轻年的轻 为什么不可以 幼年 幼年 少年 青年 壮年 老年 倒过来 年幼 年少 年轻 年轻 年壮 年老 不是可以成此的 所以 年轻的轻 青年的轻 不算 不是错误的 只是一种习惯用语而已 因为年轻 就轻浮不持重 对不对 所以就用那个轻 像另外呢就是 像扎根 以前的扎根 都写成扎根 底下脚石盘 对不对啊 我还给编则写信说 你想一个根被砸住了以后 还能够生长吗 所以要扎根 擦根 擦根 你把根擦在土里 根才可以生长 这一来他们就 改过来 所以一些是非 这个也要这么看的 你看我们有许多的读音和语音 为什么有读音有语音呢 读音就是读书音 读书音就是要保留 它原本的读法 那就是不变的 一个认为正确的 但民间常常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 对不对啊 大家呢 习惯啦 习惯那么读啦 你比如说 我们台大前面有一个什么 三点水一个丁 这样的一个街 三点水一个丁 你们要读什么 98%的人一定读丁周街 你如果说 诗基建包开到丁周街 哪里是丁周街啊 丁周街啊 我知道 你这时候就要丁周街了 或者你就回不到家了 这个叫做什么呢 约定俗成 所谓丁就读音 读音 丁就语音 是不是好多 又读又什么 就是这样出来 这个群众力量很大 但是错误 像这个串啊 摇啊 就不能这样 等量其外 好 所以呢 这个圆杂剧啊 不 送金杂剧院本 本身 由院本 发展为院妖 然后发展为妖梦 这个将来 我再有一篇论 你们再看一看 我们再把它补充 说明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接着就是谈呢 说像这样的这个 呃 呃 呃 我这里边也 挤出了 大概有四个 这个 这个 从剧本里边 挤录出来的一种 院本的形式 你可以看出 他们唱得很少 嘴巴说话的 多 但是你看的 不一定看得十分懂 为什么 因为它口语化 可见它是庶民 口语化 口语化呢 比那个文言的难读啊 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口语 会不会 事情口语啊 变化很大 所以我们读那样的这个 语言文字 其实比读文言 呃 更加难啊 呃 但可以各位可以看出 这个 这个 院本的这个 这个 留存在 那个 那个原杂剧 或者 南戏里边的现象 还有明代啊 有一位作家 叫李开香 李开香 会不会是谁啊 开天辟地的开 先后的先 他明代家境人间的 是一个戏曲家 但是他做了官 做到大概部会里边的这个 次长级的 就回乡了 他无聊的说 然后写的叫做 这个什么呢 呃 蛤 不是保健记 我说的是 那个 他的六个院本 合起来叫什么 叫一笑闪 好像就是让大家读啦 这个什么笑一下的 六个院本 结果 四个没有刻 两个呢 他自己的续文说 啊 我 刻了两个院本 否则呢 我 像这样的东西 我是不会花钱把它刻印出来 是因为那时候的 雕刻工人需要钱 所以我就选了两个给他刻 结果性啊 刻下这两个 使我们呢 比较 具体完整的 了解到 原本的形式 虽然在明大 但是他还是保留 原本的形式 一个就叫什么 哎呀 怎么把他忘了 一个叫什么 李开仙 一个是和尚 那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英英 你查一查 好了 我现在常常把那些 名称啊忘记 一个叫什么 打雅禅 一个叫什么 打雅禅 圆林五门 打雅禅演出的是什么呢 说有一个杀猪的 和一个老和尚 要彼此谈经说 说理 看谁的功力高 老和尚比二 他这个杀猪的 就比三 老和尚比一 他就比三 老和尚比二 他就比五 然后呢 他终于这个 老和尚就认输了 把输的钱就给他 其实呢 他的认出是说 一 一坨租多少钱啊 我要 卖三 三十两 还是多少两 然后呢 他又比一个什么 不行不行 我要五百两 就讨价还价 结果老和尚都是 他自己所认知的 一个笑话 圆林五梦呢 就把历史上的一些美人啊 出来逗逗嘴 这两个叫做 打雅禅 就是说不说话的禅 这个禅语 另外呢 就是圆林五梦 就是在五梦里边 梦见历代的这些美人 彼此在那边互相调侃 有这个什么王昭君啊 也有崔英英啊 也有什么啊等等 呃 这些美人 都是 一种积趣 一种 就让人 以搏一笑那样的 的内涵 所以 中国细琪在原本时代 还没有什么 呃 让你了不起的思想啊 呃 描述这个 什么样的感人的情感啊 这些都还没有 还没有 可是这种生命力啊 它虽然只是古迹灰蝎 带凤子 但这样的生命力 它就随着 戏曲的发展 融入在其中 直到现在都还存在 首先融入的呢 是在 北曲 杂劇 南曲 戏文里边 插入性的原本 就把原本 插在 后来发展出来的 比较完整 你那个水是不是要给我喝的 嗯 插入在里边演出 啊 有一些是 诊断的 就把它插入进去 有一些只说 呃 原本 什么名目 只写名目 因为当时是流行 所以 剧作家 不必整个操入 这是插入性的 第二呢 就是 那个 融入性的 融入性的 融入性的演出 就在剧里边 把 《宋经》杂劇院本的 那个成分 融在剧情里边 那这个当然就是怎么样 插颗打粉 我们剧本里边不是都有 插颗打粉吗 都有出现的 《镜丑》的演出 因为这样才可以调剂场面 如果让人唱了 这个再美好的歌曲 听多了也会怎么样 也会令人打瞌睡 听多了也都会腻 那 一些这个什么呢 眼前就可以让你爆笑 或者什么的 都是观众最喜欢 亚熟最容易捅赏 所以这一些啊 就融入进去了 到了晚清啊 这个清代末年中叶以后 它又随便转型成为 中国说唱艺术里边的一种 叫相声 其实相声啊 呃 成为说唱艺术的一种 一般都说 在这个 这个清代中叶以后 其实在元代啊 在宋代 已经有这种技术了 那相声 他有眼镜的 就是 一种 模拟各种 这个什么呢 声音 所以相 对不对啊 声 就模拟各种人物 或者动物的声音 可是相声到了 慢慢眼镜 到了清代末年 变成两个人 这两个人 就形同参金和仓户的 对手系那样的 古迹辉谐的现象 但是它是独立出来的 用一种说唱取义 在大陆叫取义 所以各位看看 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啊 你们也可以了解啊 中国的艺术文化 它其实是绵延不绝的 在某一个时代 但是后代 它又会把它 激取为滋养 寒荣在里面 由这个呢 也可以看出 呃 这种现象 那么这可以说 我们呢 从这个宫廷幽系 宫廷幽系的整个体系 可以做一个结论 就是 宫廷里边的 古迹辉谐的幽灵 他们历朝历代都有 但发展成为一个 有名称的巨种 是唐代的参军系 而参军系 各位也知道 它不是 不是唐代才有 它前边已经有的 一些 一些发展的迹象 但是到唐代 才形成一个巨种 这个我把它叫做 宫廷幽灵 闪烁为主题的 宫廷幽灵小戏 这个到两宋 南北宋 都还发达 改称为怎么样 宋杂具 那么宋杂具 它又本身有发展 把那个 敌一的那个 参军仓铺 参军系里边 这个对手演出的 挣扎剧 发展为两段 对不对 两段 然后又加一个艳段 那 刘波到民间 是要到 宋代刘波了 但是又吸收了 民间的东西 在宋代 是 没有进入宫廷 但院 这个杂班 他 民间的依附进来 这应当在 今代 就四段完成了 你们看这四段 毫无问题 就是 圆杂具 四则 对不对啊 四段的先生 我的老师啊 郑圈 郑老师 他是 说 他不认为 圆杂具的四段 就是 宋经 杂具 原本的四段 过来的 他说那不一样的东西 确实不一样 可是 我对我老师的尊敬 你们也知道 对不对啊 你们也知道 但是在这一点呢 我是有一点要修正我老师的 一点意见 那就是说 是不一样 但是往前 本身会不会发展啊 比如说圆杂具 是 起程转合 四段都是 怎么样 故事情节 连锁在一起的 可是 宋经杂具院们 四段是 各自独立的 还有民间的 对不对啊 民间的在里面 可是 他 起程转合 连锁就是他本身的发展啊 因为他到原代他发展 但是他保留了他原来的直性啊 也就每一则他是一口气 这一场接那一场还是 这一场演完 在停顿啊 唱歌跳舞 演我戏 杂耍特技 等一下再演第二则 第二则演完再来这个什么呢 杂耍特技这些什么 第三则 也就是每两则之间 他都有插入其他的演出 这种情形就和宋经杂具院本 在宫廷宴会里边 每一盏酒 他以 喝一盏酒 的礼仪 来说 他是 每一盏酒 才演一段 下一盏酒之间 他是 杂耍歌 歌舞 其他的表演 说像这个呢 云雀剧演出还保留啊 你就可见他 前后的这个 一种传统 然后他开心的现象 所以这个呢 是 是可以说得通的 说得通的 所以 这个就可以解决了 为什么有许多人说 圆杂剧咱们都是四则 不多也不少 各位 如果号称圆杂剧 而有五则的 绝对不是圆杂剧 那是年代以后 我的考察是这样 因为在元代的时候 这一种规律 锁得非常的紧 第二 都有一个人 从头唱到尾 不是一口气唱 但一二三四者 一个角色一人唱 这也是绝对没问题的 所以如果有 一个剧本 好几个角色在唱 那起码经过 明代人的改动 而绝不是原本 这个也是各位呢 可以 可以这个 可以说成为一个定论 定论 好有关这个呢 我们到底说到这里 那么中间 它的一个体系 各位不要忘了 它的那个 虽然也是宋经杂剧院本 但是里边的那个杂班 那个柳原子 事实上 事实上 是哪一个传统呢 是踏瑶梁的传统 因为踏瑶梁是民间歌舞 的这个幽灵小事 不像 参经系 宋杂剧市 这个 宫廷幽灵的小事 所以 宫廷幽灵 虽然后来也吸收了 像杂班扭原子 但是 论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体系来说 它不属于宫廷幽灵 我们这个 告一个段落 然后 下礼拜 我们谈 这个 昆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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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接着再 来谈谈这个 太阳梁体系 下边的 民间 小事的 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 就是 从 杂班 这个 太阳梁 然后 杂班 然后 过井戏 清代的 地方戏群 清代的地方戏群 多得不得了 但是 我们把它 归纳了 提纲 切领了 都不出 我们这些掌握 比如说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地方 气质那么大 但是 我说 它是怎么样 形成的 它的元素 主体元素 主体元素 怎么样形成 这一个系列下来 就是一串 第二个系列 又一串 就不出这几个系列 然后它怎么样发展 发展的进入又是怎么样 我们一归纳 也不出这几条进入 这个叫什么呀 以简欲凡 学问 系统性 以简欲凡 也是 重要的一种能力 否则 你如果 要来叙述 这些地方系取 那你要怎么样 把大陆边的那个 33册 叠起来这么高 的系取字 你是不是都要抄进来啊 那谁有那样的时间 你研究能力 我呢 也没有说 真把那33本都看完 因为我还要喝酒 还要悠山玩水 可是一翻译什么 它的类型 就会很快出现 你抓住里边 抓住它的几个典型 最论述 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窍门告诉各位 同样的要 要成长的历程 第一要成长的是什么 故事嘛 你故事不成长 你永远 永远跟着艺术 不会成长 所以故事一成长 接着一些条件下去 它就几个境路也出来了 我要告诉各位 就是这样的一个自学态度方法 所以我们很快速 可以把这一区块 打下来 你们已经也看过 那个地方小戏了 对不对 地方小戏看那么多 这个游戏房 亲自录制整理的 挂名我是主持人 其实是他在做 他这个也给各位看过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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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